這個地方的重量集中在這裡 前面的部位 然後你看這架飛機 你看我手一放 它是頭還是尾巴先著地裡 頭 為什麼 一定要讓頭的重量會比較重 這個是最基本 所以我每次坐完一架飛機之後 我一丟 如果它是後面往下掉 那前面要加很多重量 如果一丟它就往下掉 這架飛機基本上是可以飛的 這是最基本 就像我現在手上 那麼一般來講 就說坐飛機 因為是 我們為什麼要用紙來做 因為基本上讓它感覺很輕 很輕 那其實除了輕 輕是基本的以外 其實重量它可以搭配 如果你重量搭配的對的話 它是可以飛的 因為這裡空氣不是很大 我帶來一架這個 這一架我看什麼時候做的 2013 8月 8月10月後做的 你看看 沒有 我沒有飛到那邊去 你看喔 我現在左邊抓了這個頭這麼多 總共有7個 有7個 這7個其實就是剛剛包進去的那一些 你知道嗎 包進去的那一些 你看喔 我現在飛機是飛機 重量是重量把它分出來 那這架丟出去會怎麼樣 小朋友丟出去會怎麼樣 為什麼 亂飛 亂飛 答對了 你看 亂飛 你看 亂飛 答對了 來 你看這一次 它就這樣子而已 挺勾這樣子而已 好 你看喔 那我現在呢 你慢慢把它加上去 我按照那個 加一個重量 加一個重量 你看喔 好像有比較遠一點喔 遠一點喔 對不對 麻煩加 我先把它拿出來 加一片 加一個重量 對不對 再加一個重量下去 加一個重量 你看喔 喔喔喔 可以到那邊去了 對不對 來 加這邊喔 好 加三個 加三個的時候 你看喔 開始有點像了 有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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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加 加兩個好了 再加兩個 加兩個 已經加五個了 欸 哇 注意啊 注意一下 小朋友注意一下 謝謝 好 你看 全部把它加進去 全部加進去 小朋友要小心一點喔 盡量不要抓翅膀喔 老一抓小肌一抓就完了 小朋友啊 你看喔 喔 喔 撞牆了 撞牆了 好不好 撞牆了 好 那麼這是一架那個雙翼的飛機 剛好可以用來說明 像這架飛機 你看喔 我重量還沒架進去的時候 它是不能飛的 也就是說 這個飛機呢 我們在折的時候 一定要 重量是很重 這個 其實也不叫重 應該叫配重 配重 那 這架飛機呢 你把它配重之後 你看喔 我現在抓 我們去找到 兩邊剛好平衡的時候 這個叫做什麼東西 重心 它的重心臉在這裡 重心臉有什麼意義 中心臉有什麼意義 中心臉可以 以這個中心臉可以上跟下 上跟下 它的上下的那個運動呢 是以這裡為 為那個軸線 還有呢 還有它的左跟右 這一條線變成上下 上下的線 它變成左跟右 對 你知道嗎 那剛剛呢 剛剛這一條線是橫線 橫線的時候呢 它是負責上跟下 上跟下 它其實飛機的移動呢 基本上有三條線 就是所謂的這一條線 橫線 還有一條什麼 上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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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負責的 左右轉 還有一條線在哪裡 前後線 它負責這樣轉 那 首先呢 我們找到這個重心臉 重心臉在這裡 它所謂的 它所謂的那個 上下跟左右轉 都是以它的重心臉來轉 來轉 那 我們剛剛講說 前面有重量 集中了 後面也有重量 就是說它比較集中 集中之後它把它拉下來 它拉下來 基本上是 是以這樣來活動的 好 那 這一架飛機 坐好之後丟出去 丟出去的時候 同時 空氣往怎麼樣 往後流過去 飛機為什麼會飛 為什麼會飛 基本上很重要一點 空氣要貼到表面 包括下面 下面 它空氣一定要這樣流過去 貼到表面 它才有作用 如果這個空氣 它流過去之後 我們透過那個來看的話 實驗那個來看 那空氣如果這樣脫離了 它跑出來 跑出來 這個地方會變真空 那真空之後 它沒有貼到這個表面的時候 它是不會飛的 我們稱它為叫脫離 脫離 就是那個脫離 空氣脫離之後 它飛機會失速 所以 這個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飛機 你流過去的時候 空氣流過去 流過去的時候 有流到表面 它產生作用 那因為有產生作用的時候 有上表面跟下表面 上表面跟下表面 那一般來講以前 我們講說傳統的飛機 傳統飛機它會設計什麼樣 傳統飛機它會設計這樣子 傳統飛機 我們這個都大概講一下就好了 因為時間沒有那麼多 傳統的飛機你看 側面 側面你看大概都是這種形狀 側面 那空氣 當它切入空氣的時候 上面的空氣會跑比較快 下面的空氣不用跑快 不用跑快 就是說它一道空氣被它切割 到最後一起跑出去的時候 上面必須要加速 我問各位 速度快的時候壓力 對它的壓力 對它的壓力是比較重還是比較輕 如果我這樣子跟這樣子 哪一個對它的壓力比較重 慢的 比較慢的會對它的壓力比較重 那上面因為有這個幅度對不對 上面有這個幅度 它上面的空氣必須加速 所以相對它對它的壓力怎麼樣 就會減輕 減輕 可是下面沒有 下面沒有改變 下面的壓力沒有改變 我稱它這個叫做什麼 上面的減壓 減壓 把上面的壓力減掉 所以你看到一般我們去坐飛機 那飛機它引擎一發動 它往前推推推推 它本來停了 推到最後它就起來了 它這個機翼可以不用改變 它就 飛機它那個機翼它就拉起來 就拉起來 可是當然它不是那麼單純 它還有很多輔助的 對不對 那我們在紙飛機內 用到的不是那個部分 不是那個部分 你看我們的紙飛機沒有設計成那個什麼 那種那麼幅度有沒有 沒有 那我們要用什麼東西 用後面的這一個 後面的這一個 後面這個 當空氣流過去之後 我們把後面的角度改變 改變之後 你看像這樣改變有沒有 當這個 這樣丟出去的時候 那個空氣流過去的時候 它會壓過到這一個 你看喔 流過去的時候 它會被倒上來 它會壓到這裡 那壓到這裡我們剛剛講過說 這裡如果中心臉在這裡 對不對 當它壓到這裡的時候 一壓的時候 它會把頭怎麼樣 它會把它壓下去 壓下去的時候頭會怎麼樣 會拉上來 然後它拉上來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們 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 有沒有 你看喔 本來是往下 空氣流過去之後 壓到這裡 把它壓壓要上來 現在空氣擠到這裡 擠到這裡來了 擠到這邊 那就變成我們這樣子 這個樣子 你看斜斜的 斜斜的 你看 有沒有 當你這樣一滑的時候 你把空氣 看起來是把空氣壓下去 因為空氣對著你而來 把它壓下去 可是壓下去的同時 它產生另外一個力量 把它頂上來 反作用力 你可以這樣講 你看喔 這一次 有沒有 好 我現在用走的 你看我現在沒有動 對不對 我走的 它就跑上來了 有沒有 這個東西 所以 不用講 像這個 翹起來的話 丟出去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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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 丟出去會往上還是往下 當然是往上 會出去 好不好 坐一下就好了 來 好 又歪掉了 那當然 如果以這樣來講的話 這個兩個角度 往下的話 就是會怎麼樣 會朝下 有沒有 會朝下 有沒有 就是這樣 那不用講 一邊高一邊低一定相轉 一定會轉 一邊高一邊低會轉 而且會往高的那個地方去轉 知道嗎 你們在家裡可以坐看看 因為每次來都會做這個 像這樣的話 會往高的地方轉 會往高的地方轉 知道嗎 我只是想 試著跟你講 就是說 飛機通過這個 氣流通過飛機的表面的時候 因為你表面上 這個飛機上面的角度改變 它也會隨著那個方向跟高度就會轉變 會轉變 好 那再來 我們如果要讓它維持直飛的話 維持直飛的話 怎麼樣 就輕輕的把後面兩個角 你看 這兩個角 輕輕的往上 一點點 往上會產生向上的生力 產生向上的生力 那我剛剛做過就是說 我如果這兩個角度很大的時候 一丟出去它會往上飛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的生力 我們只要需要一點點的生力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丟出去這頭是重的 它基本上是往下拉的 可是呢 通到這裡它又把它拉起來 讓它兩個力量 一個往上 一個往下的力量 讓它平衡就好了 讓它維持直飛 試看看 因為這個不是很準 來 試看看 還有點高 還可以再調一點 等一下你們要跟著做 我再飛一次 我再把它降低一點 就剛剛你看 飛出去它還往上 我再把它再降低一點 不要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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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為什麼說要三星級以上 為什麼 因為它很多地方其實是微調 要調一點點 那小朋友 一彎又回來 一彎又不見了 好不好 來 試看看 喔 好啦 這邊也飛一下 喔 這邊也飛一下 對對對 每次都往那邊飛 好 來 飛一下 小心喔 不要那個 接下飛機 它會倒回來 來 好啦 現在換你們了 我們等一下去飛了 來 下飛機 飛機拿起來 來我告訴你 有幾個動作你要記起來 第一個 從前面看 或是從後面看 都沒關係 微微的往上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還有這兩個角度 讓它微微往上彎一點點就好 微微往上彎 彎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好了 準備好了 看有沒有彎一點點 好了 它名字都寫上去 好 好 那我們 到外面去飛 好 五分鐘 五分鐘 好 到外面去飛看看 可以走啦 那邊也可以飛看看 來來 啊 好 哇 好 哇 哇 烏 女子店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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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 高大餐 好 哇